为了找到自己心目中的工作 平时我也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 翻阅大量的书籍 希望能够在艺术和传媒这一块 体现自己的价值 我相信只有自己努力 用心才能活出自己的价值 孙良奥月女25岁四川人 中国美术学院硕士颜二 动力试验专业 大家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你好 郭老师好 各位领导好 老板好 我的全名是孙良奥月 我爸妈何亦呢 奥运会上超越一切 我本科的时候 在英国伦敦金士顿大学 读的建筑设计专业 外号是伦敦最崇留学生 然后毕业回来 转了专业到了中国美术学院 读研究生 就读是跨媒体学院的动力实验专业 然后我爱玩 爱运动 爱健身 爱旅游 爱冒险 所以呢 我希望在这个舞台上能找到一份自己做了都不想找男朋友的工作 我呢比较偏向于艺术和媒体这块的吧 谢谢各位老师 你好 你好 瞧你这没心没肺的样子啊 我们刚才从他的自我介绍当中有三个关键词你好好解释一下 英国最穷留学生啥意思 啊 这个说来特别心酸 好像大家其实有个误区就去国外读书啊 好像就家里特别英识特别有钱 其实我不这样认为 最开始我出去的时候给我三百磅一个月 就是三千人民币折合过来吧 别的同学大概一个月生活费是多少 我了解到的一个高中出去一个女生 她读的是商科 然后小公主 好像是两千磅一个月 就是除去房租什么的 所以你跟那个有钱的比 有比你穷的吗 还真没 反正我身边真没 你在那找男朋友了吗 都是外国人喜欢我 我性格还挺能跟他们混得来 你在哪都能混得来 然后后来他们就 我花了其实三年时间 真正地融入他们的集体 当时我们去意大利回来的路上 我说其实我觉得这三年 和你们同学马到毕业了 我心里挺难受的 感觉我都好像没有什么真的朋友 她说 Ashley you're one of us now 我当时愣了 就说你现在是我们议员了 我就很想哭 然后回归到男朋友那个话题 就是因为 你还能收得回来还不错 这是因为我 怎么说呢 他们对我评价是比较aggressive 就是比较有上进心 还稍稍带一点攻击性 所以你刚才说 我要找一份 工作到可以不找男朋友的工作 什么意思 你是有多嫌弃男人 这可不是 你刚才是原话是这样说的 对对对我想问这个问题 他原话是说 我要找一份工作的能够让我不想找男朋友的工作 主持人这是 为什么 他的意思是他忙到他根本没时间去找男朋友的 我知道我明白这个意思 我给你岔开我问个别的问题 土耀老师太烦了 我觉得他特别真实 搞到你们俩是一对似的 我觉得他特别真实 因为我注意到他走过来的时候 这个地方呢 他不是说你穿着高尔街要这样迈下来 他是蹦下来的 他蹦了一下我就说 这个很不很 这个我觉得很真实啊 包括刚才这个回答 什么什么呀 蹦下来你就很支持了 我的问题是这样 我滚下来你还支持吗 什么意思 我没说明白 我的问题是这样 你只写了你的传媒和艺术的这种所谓的职位 这我觉得好像不像职位 就是你想找一份工作 它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行业 根据我之前的一些参与的活动的经验啊 然后还有当老师的助手 然后会有一些策展的活动 只要是我觉得能震荡 每一个观者心底的那种活动 我都认 就像非你莫属今天这样一个大型的这个现场的直播的活动 你觉得也很好 是吧 是的 后来为什么要选择回国 因为我建筑这行 我觉得暂时我不会做考虑了 想换一个 然后想 跨媒体 好像与人打交道挺多 然后又比较包罗弯相 我说要不要试试 然后那个时候挺任性的就考了 考了就 就回来了 对 美术学 对 我问你啊 你要求薪金不低于多少 五千 一口价 我很佩服你爸 您要求的岗位第一项是什么 一口价啊 市场策划公关 市场策划公关公关专员是吧 可以这样说吧 你怎么随时怎么说话都像是在谈恋爱的感觉吗 这很不好吗 对不对 好好说话啊 其实Ashley给我的是眼前一亮的感觉 因为这个求职者我觉得特别的真实 特别适合我们公司 我建议你在第二环节的时候啊 你的这种跳皮劲收起来 该应聘还应聘 该开玩笑开玩笑 别老没正行 听见没有 遵旨 好吧 五千 公关专员 第一轮选择虚货磊 袁建雄灭了灯 还有没有 来问一下两位老板为什么会灭灯啊 如此人间人爱的一位女子虽然有点不正行啊 其实啊那个从这个朋友的角度啊 我应该非常喜欢你 因为你好你很开朗很直爽 但从做员工的角度来说呢 因为我想找的是不光是员工而是创业人 然后呢我觉得可能在这块呢 我还没有看到或者说这种坚决 或者这种勇气吧 不好意思 好 谢谢 徐老师您说的是 继续徐老师 不不不 你就解读一下 这个二位老板是因为觉得自己hold不住 走的就走 啊 hold不住 走的就走 留的就留 好 各自有自己的理由 来 我们进入天商我有财 来 先进入职业测评 把问题亮出来 当领导交给你一项对于你来说比较困难的工作时 你会选择哪一种做法 为什么 我会选择B B 为什么 B的话就是接受了 我会向领导说明情况 那就说你有思考过 这个工作我可能会有一些吃力 但是我是抱有一种积极地去对待他的态度 所以我一定要想您说清楚这个情况 但是我同样会非常努力去完成它 这个是我一向的态度 一向的态度 来 但是这里有个问题 很多时候在职场办公室文化里面 每个人身上都有很重的任务 所以你不一定能那么愉快地整合到周边的小伙伴 当别人拒绝你 你怎么办 他应该没被拒绝过吧 我想问问嘛 杨老师 是这样 如果说被拒绝的话 我会试着先去 比方说我们可以演示一下 比方说你现在要完成一个任务 你必须整合我们才能完成这个任务 但他们每个人手上都有很重的任务 很急的任务 一听就是当时模拟这个环节的时候 然后试着把他们当同龄人 一个辈分的人来相处的 小行啊 我现在手头有个东西 我做不了 你这边的事是 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 你特别特别忙 需要完成自己的事情呀 我们也不是特别熟 我干嘛要帮你呀 一回生二回熟嘛 对吧 做了这种大家就搓一顿 但是我根本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呀 那你这话就是说 如果你知道 你愿意伸出援手是吗 我肯定要先听听 到底是干什么事 然后再决定我能不能帮得上忙 那行 于哥哥 于老师 你有空吗 能帮我一帮吗 因为你缺您不可呀 我特别想帮你 但我最近真的 那你就帮呗 不是我最近的这事也是 抽不开身 你已经是第十个找我的人了 要不这样 您看你手头哪些东西 我能帮你做的 咱俩换 小王正在闹离婚 这事你能帮吗 卓老师 我这怎么接啊 对吧 这是帮他离床了 还是帮他别离了呀 那你就干纯那儿啊 有点尴尬了 没有 我其实觉得他表现挺好的 余老师已经有点故意在刁难了 我觉得这姑娘很真实 而且她知道针对不同的角色 我觉得各位你们真的是没有在基层待过吧 你们都是老板 看到每个员工都可爱 那你说说吧 但是各个部门之间真的很多时候 他们为了完成自己的任务 他们是有利益冲突的 不见得撒个娇卖个门 没有啊 他刚才用了很好的几个方法 我认为 第一个呢 针对他们两个人的角色 他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吧 他能够抓到他们的心里 第二个呢 特别在对老鱼 我觉得他内招用得特别漂亮 就是我们互换 就我请你帮你的时候呢 我问问你有什么需要我来帮你的 我觉得这一个方法非常好 你可拉倒吧 那时候针对于男人 你针对于女同事你试试看 我觉得他本身现在就是个孩子 他还没有任何的工作经历 那么在这种前提下 我们认为 至少我认为 他刚才的 对于两位这个男士 用了不同的方法 我认为是妥当 我已经 当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我已经没啥好说的 他已经25岁了 你作为一个老板 你说他还是个孩子 他没有工作经历 那你是不是对于你公司里所有的 这个年龄的女孩子 都把他这么称之为孩子呢 是吗 你有那么富爱 烂满 过了吧 徒叔叔息怒 对不对 徒叔叔息怒 我想说一点 我不是说过 稍等一下 我不是故意去曲解这层意思 我所指的意思是 对所有的员工都得公平 其实我想给自己洗个白啊 其实对我来说 长相我已经很满意了 但是我真的知道 这也不是最重要的 就能力这块还是非常非常的关键 在职场测评过程当中 你还有一个才能展现是什么 唱歌 唱歌是吧 对 来 音乐 唱歌是吧 I want for the best I've called to you For making me believe That you can be faithful to me Let hear your speech out How about a round of applause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我覺得她那個舞臺的感覺特別好的 特別適合去做那種 就是明星的那種路線 直播的那種路線 做網紅是嗎 做網紅做直播的這種感覺 對 因為你上面寫了 你是得到過攝影金獎的 對吧 你學的也是這個建築 包括跨媒體 因為我其實並不認為 你的最合適的角色是市場 播出團新成員蔡虎 內購網YES想要創始人董事長 YES想要是一款以真人秀搭配為 典型特徵的時尚購物應用 提供全球範圍的 時尚類商品購物搜索 以及時尚購物直播服務 內購網為企業提供一站式 員工福利解決方案 及運營服務 因為我們公司有家子公司 專門做網紅經濟和時尚短視頻 就是有一批這樣的網絡達人 對這個 你有沒有自己的才藝 就能力方面的長項和特點 首先我自己具備的 我覺得我自認為鏡頭感還不錯 嗯 然後我對自己的一個形象 是有大致的了解的 嗯 所以當然更重要的是 其實我還挺了解 就是這個市場啊 大家對網絡達人的看點 是在哪些地方 比如呢 如果我要做這個行業的話 我一定一定要 糾正一些歪風邪器 那什麼歪風邪器 三發更多的正能量 用你自身的影響力 去多做一些善事 其實我終極目標是搞慈善 其實 工業 對 工業 我這樣問你一個問題 行 在今天十位企業當中 你有那個 特別想去的意向企業嗎 蔡老師 蔡虎是吧 為什麼 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覺得她說話的方式 然後 可能是因為她是吧 哎呀 恭喜你成功的引起她的注意力了 啊 不是 而且 蔡老師她做的那個 關於公司的一些簡介 嗯 真的很合適 你看這個時候你變得一本正經的樣子 啊 行 不是我也是個很真實的人 是是是是你是個很真實的人 我們公司啊 接下來你可以別說話了 我知道你會留燈 第二輪選擇虛口流 蕭虹滅燈了 蕭虹滅燈了 郁陽滅燈了 好 還有五盞燈 我們來聽一下他們最近的職位來從林向榮開始 迎合旅遊的網絡直播主持人 工作地點 在北京 好 謝謝 謝謝您翻 謝謝老師 給你提供一個很有趣的職位 是賣賣的CEO的職位 這個CEO是首席娛樂官 負責全公司員工的各種各樣的活動 就是就是那個工會主席那種位置是吧 啊 對 實際上在我們單位就相當於是一個行政主管 什麼時候又有你的話呢 人家 負責工會工作 人家在提供職位 你又幹什麼 哎 所以希望你能考慮一下我們的職位 啊在北京 來賽虎 謝謝李老師 我和我的團隊都非常歡迎你 我們現在大概50萬用戶 全都是他這樣 集才華與美貌 於一身的人 所以在我們這工作呢 他不會有具體感 所以具體職位是什麼 負責於某一個領域的達人的經濟 以及對他們的服務 地點 北京北三環 東北三環 啊 來 尹峰 看不及給你的角色是總經理助理 做一個愛生活跟生活有關係的業務 然後把它線上線下的打通 跨界到有趣 咖啡機歡迎你 謝謝李老師 老行 有設計師的崗位 做產品設計 還有剩下五盞燈 正四盞燈 咖啡機歡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商卖第一天起就是意外 试用期是吗 没有试用期 没有试用期 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杨儿 杨儿老师 为你们工作的话 我能够就是学到一些什么东西 我们公司呢 在负责运营合伙 运营这方面的 都是行业的十几年经验的 在这个领域 时尚消费这个领域 你完全有很多人可以学习 你不仅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经纪人 赚很多钱 甚至于可能拥有自己的工作史 甚至于你自己成为一个达人 都有可能 所以这就是你的空间 来 明向荣 张良奥运 让你做这个主播 只是一个阶段性的 我希望你未来的五年 不仅仅是一个达人 而是成为迎客旅游的合伙人 甚至你可以创建自己的事业 我都支持你 好 你的眼神会杀死人 老梅没解答问题 好了 好不好 不要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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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把另外八盏灯亮起来 郑重地问一下另外八位老板 有没有谁出的薪资会高过于一万的 有没有 有没有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把八盏灯灭了 看来大家还比较冷静 我补充说明一下 我只是 你补充说明一下 你补充什么 试用期五千三个月 三个月之后 你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三个月之后可能是多少多少 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们觉得老梅很有竞争 你那么害怕干什么 我告诉你们一句话 女人的心思你别猜 好吧 行了 他们俩在 害怕成为一个失败者 当然你得考虑清楚 哪个职业是最适合你的 你今天选的是职业 不是归宿 好吧 来 考虑十秒钟 考虑十秒钟 银客环球控股 YES想要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他老师请多关照 YES想要 好 去吧 YES想要 这家企业给我的感觉是 从老板到员工 一定都是和我一个调的 我真是一个害怕 那种非常拘谨的状态 我会试着去突破它 去break it up 所以经常会碰壁 但我希望这个 能给我一个非常舒适的 非常非常安心 我心像家一样 感觉的环境去工作 我一定会好好努力做 欢迎通过五八